乔保记者苏晚8月16日洛杉矶报道,周四,范蒂冈对宾夕法尼亚的罗马天主教、舍父,在过去70年里紧情约一千人一世,的披露表示羞愧和悲伤,并誓言要追究侍略者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的责任。 同日,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周四呼吁,由范蒂冈先头展开调查,调查对象是上月辞职的前华盛顿红衣主教麦卡里克。 据路透社报道,两天前,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公布了美国天主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性侵调查结果,发现该州301名神父在过去70年里对外成年人进行性侵。 范蒂冈把言人格雷格伯克在一份长篇中表示,罗马教廷非常严肃,都对待这份报告,而这份打破了范蒂冈对一份大陪审团报告的沉默,上月辞职的前华盛顿红衣主教麦卡里克,图元,路透社。 伯克强调,必须遵守法律,并表示教皇理解这些罪行会动摇信徒的信仰和精神,教皇希望根除这一恐怖悲剧。 报告中描述的行为是犯罪,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 伯克说,教会必须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应该对侍略者和那些允许虐待发生的人都负责。 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红衣主教丹尼尔·迪纳尔多·战尼尔·迪纳都在一份中说, 不管麦卡里克大主教或宾西法尼亚州或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暴行罪中会暴露出怎样的细节, 我们都知道,一个根本原因是圣公会领导层的失败。 该组织表示,他将为审职人员兴虐待的受害者提供一种报告指控的新途径, 并将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不守监督被控性虐待的神父的主教的干涉。 周二,编西法尼亚大陪审团的报告, 只是2002年,在全球舞台上爆发的丑闻中的一颗最新种爆炸弹。 当时,博士段环球报《Boston Globe》报道称, 数十年来,神父对外成年人实施了性侵犯, 而教会领袖则掩盖了他们的罪行。 此后,欧洲、澳大利亚和智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报道, 引发了诉讼,教区陷入扩产, 并削弱了天主教会领导层的道德权威。 在性侵丑闻首次曝光后, 一个著名的天主教组织忠实之声, Voice of Faithful成立, 旨在宣传教区居民的声音。 该组织对新的性侵报告程序如何运作表示担忧, 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怀疑态度, 该组织的白言人尼克因格拉,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他表示, 任何新的评估过程都因独立女神之人员的影响。 这一点至关重要。 他补充着, 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上个月, 麦卡里克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失去红帽子和头衔的红衣主教, 其他在性侵丑闻中受到纪律处罢的红衣主教, 没一直保持着尊敬的主教阁下的头衔。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